你的心里只会想这个 不会想别的 这个叫念佛念法念身 因为你心中有一把尺 就像你眼镜戴得好 看得很清楚 没老花眼没紧细 因为你看得很清楚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因为你抓到那个重点 这个叫开悟禅 你已经抓到空心 抓到菩提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你不会离开这个主题 如果你离开这个主题 叫还俗了 离开菩提心 又痛苦了 赶快再回来 千万不要痛苦 所以妄念一起 赶快保持念佛的正念 有这意思 当你觉得很痛苦 当你觉得很快乐 我又离开空心了 我又离开菩提心了 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成佛度众生 小肝是嫁的哭的 他都不知道 你把我打 你把我 你赐不爱我 我都不会恨你 我只想对你慈悲 这样而已 对众生只有慈悲 对我好 我也要对你足弊 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慈悲 不认识我 我也要对你慈悲 所以各位你下回要 六灾日 你说师父没有办八观灾界 不见得要办 你就站在百货公司门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对了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好可怜啊 然后你给他观想 进进进进 进去哪里 进去极乐世界 大家要去shopping shopping 去抢功德 你要开始用你的念头 去转化这个世界 所以修行佛法很重要 来 转变念头 对 就是说 错的跟对的 你要讲清楚 你要知道 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你觉得 这个存在是永恒的 那是错的 这个存在是暂时存在的 是空性的 它存在只是一个假象 这个观念是对的 那你要把这个 做你的善知识 刚刚战乐法师 以你的心 以佛法做你的善知识 去引导你自己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样你就不会生气 不会也不会快乐 今天晚上回去 你先生送你一朵花 你说欢喜啊 你欢喜什么 你说来来来 我带来带你拜訓 那还有意义嘛 对不对 今天晚上回去 结果你老公没回来 你说 我没得好 两个天空 很气 没回来不是很好吗 笨 让你守八观灾界更好啊 因为你有分别性 送你花你就快乐 对你不好你就不快乐 那就没有再修行 你心里一乱 病就会来 懂得吗 这个冤亲在主就称你 心里乱 才干扰你 所以你还觉得 什么都是假 暂时的 我维持 出离心 菩提心 空心 这是最重要的 把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都拿来修行 可以 因为外在的一切是假的 我的心保持佛的心 它是对的 就叫一心念佛 那各位 如果你用这样的心 去超越生病 可不可以 力量很大 你的女儿生病 没关系 妈妈帮你念 念什么都没有 你要我念什么就念什么 我是用这个出离心 菩提心 空心为你念 结果他心念被你改变 他就不生病 今天有人往生了 我们用这样的心 帮他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 他就会转念 他就会随着你的念头 而到了一个净土 因为你用你的心 也叫以心传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参加八观在戒 心很平静 念这戒在则佛在 你持戒了 释迦摩尼佛就在你心里面 你会觉得很平静 因为佛加成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用 你现在得到快乐自在 你要把这个快乐自在 回向给他们 他们也会快乐自在 回向给他们 他们也会快乐自在 所以因为我们持戒 那你要把这个戒又变成你的心 变成一种菩提心 他也会被你变成菩提心 所以 几个狼一个人要下地狱了 看到地藏菩萨 他就超度了 一个人要死得很痛苦 看到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净土了 同样的 我们的心如果保持在 阿弥陀佛的心 地藏王菩萨的心 等下我们要回向 他们会不会超度啊 就靠我们的心态 为了如此 你不要被打败了 生病也好 有也没好 那是一种夜暴 虽然我们讲出离心 不离开因果 虽然我们讲空心 也不离开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的因果 这个因果叫因缘所生法 这个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空性的 那各位你要利用所有境界 来修行 来度众生 所以现在你生病很严重了 你们儿子来给你看 你们儿子来给你看 没有关系 告诉他们 人都会打拼 这个是一个要吃肉 过去有失心 心情不好 你们要注意 你们儿子说 你怎么痛苦 不然我变好起来给你看 我就开始修慈悲心 我就好起来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假象 但是你可以转化你的心 让对方相信佛法 所以叫唯摩诀基士 我假扁肚 度了很多人 因为他要利用各种方法 来跟对方谈佛法 所以哪一天你有空性 你可以变成有钱人来度佛 度他 你可以变成穷人来度他 都可以 你可以变成皇帝来度他 那就变成观音菩萨 谱门视线 因为观音菩萨 为什么要变那么多 慈悲 那为什么可以变 因为它空性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只是随顺对空 希望我变什么 我就变什么 这样 如果你没有空性 就像虚空 天上这个虚空这么广大 那你就装不下万法 你会觉得 我是男人 我是女母 我是好业 我是散 我是健康 我是伯父 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根本没有真实的健康或生病 真实的生或死 那生命是一场游戏 那这个游戏呢 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你要经常这样想 按照佛经所说的 去想自己 按照善知识所说的 去思维自己 保持在那个状态 学佛是一种心态 由心态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 去面对超越生老病死 佛陀也有生老病死 但是佛陀的生老病死 让我们更相信佛法 不要浪费我们的生老病死 就像各位你口袋有钱 你用这个钱来孝顺父母 做善事 照佛像 你这个钱让你子孙觉得 哦 我爸爸很厉害啊 用这个钱优好 哦 扶持佛教老人愿 他懂得用钱 他不用做钱的奴隶 因为他要学你做钱的主人 所以各位 你的先生对你不好 你要保持心情很好 你的子女说 哇 那就是收心哦 对啊 这个感情本来就是苦的啊 但是没有你爸爸 怎么生人这股爷啊 那觉得很感恩啊 但是本来就是这样啊 没有苦不苦 有所求才苦 本来做女人就命苦 做男人也命苦 大家都命苦了 谁叫我们结婚 人家那个出家人都不结婚 多快乐 所以跟你儿子说 你也好去出家了啦 那修行 这才是孝顺 你们没有痛苦 出家干嘛 利益众生哦 比做董事长还伟大几次啊 这个印尼需不需要出家人 我这样说得有口 我就听不懂 你是怎么不绵然人自己出家 参参讲这样大家都听得有了 对啊 那你们叫我们这个外国人来这边 你们为什么不出家呢 想要赚功德却不想修行这样 想要消业障 消业障 但是不想自己修行 但是各位 每个人都可以帮别人消业障 不分在家出家 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用菩提心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帮人家修业障 特别你家里在拜佛 拜佛有佛像 那你要扮演佛陀的角色 你喜欢拜观音菩萨 那你要扮演观音菩萨的角色 观音菩萨的声音 观音菩萨的心 观音菩萨的行为 要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认为观音菩萨怎么样 你就做怎么样这样就好了 这个叫我们不是拜 我们不是拜偶像 我们是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对不对 观音菩萨不能生气 观音菩萨不能骂人 所以我也不会去骂人 生气 那这样来修学佛法 有听到吗 下课了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奇梅医院江户医学部及感染科医师杜汉祥 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 防疫期间需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可以怎么做 一 自我察觉 观察自己是否有身体 情绪或生活作息的改变 例如头痛 情绪低落或失眠等症状 二 自我维护 在轮班的情况下 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 三 自我修复 接纳情绪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松身体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 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生 或计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